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讲第三项和其余的部分 现在我们看经文十五到十八节 圣经说 至于世人 他的年制如草一样 他发万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 他的原处也不再正是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耿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 弟兄姐妹 记得在十二十三节 大卫用比喻说 神的慈爱比天更高 神将我们的罪 带到比东离西更远的地方 在十三十四节 大卫又用比喻说 神的连续比父亲的连续 更深入周到无为不至 但在十五到十八节的经文里 大卫将世人 与敬畏耶和华的人做对比 做强烈的对比 以下我们看他如何说 第一大卫说 至于世人 他的年制煮草一样 他发万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 便归无有 他的原处也不再正是他 这里大卫从五方面 诚实地描述世人的观景 第一 世人虽活在世界 却不正是耶和华 不敬畏耶和华 不觉得需要耶和华 不承证耶和华是神 不敬拜耶和华 不与耶和华有任何交通往来 他以为人是自生自灭的 就以自己为中心 人正所欲为 不受约束 不向神感恩 第二 世人的年制煮草一样 显然这是比喻 很恰当 也很具象征性 草有生命长在地上 世人也有生命活在地上 草的平均寿命是三到五年 世人的寿数也是短暂的 草为神所造 却不正是神 世人也为神所造 也不正是神 草吸收神赐的阳光与路 不会说感谢神 世人也享受神赐的一切丰盛 却不感谢神 草是好看的 有它的功用 世人也是好看的 有它的功用 第三 世人发万诸野地的花 这又是比喻的写法 野地的花 发万就是 鲜花盛开的景况 是遍地开花 叉子烟红 棺材夺目 美丽无比 也是等候许久才发生的 是神定的季节使然的 大卫说 郑主野地的花 有发万盛开的时候 世人也有得意春风的花 有全盛的时期 宏伟壮观 前途万里 风光无限 令人羡慕 第四 世人主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 便归无有 是的 在美丽的花朵 也经不起秋风 静风的吹长 它们在疾风无情的扫荡中 枯干 萎缩 凋谢 凌落 风还把掉下来的花瓣 带走 不留痕迹 好像未曾有过一样 大卫在这里叹息 世人生命力的脆弱 短胀 逐昂花一现 又像清晨的露水 之间变无踪击 第五 大卫说 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稍早 大卫用草和花比喻人 现在他回到人这边说 郑主花朵 曾经在地上展现他的风采 出入他的芬芳 可是一旦死去 就消失了 不再被纪念 这听起来很伤感 但事实就是这样 不是吗 当我们这一代过去了 同辈的人过去了 晚辈还追念吗 试问我们 正是我们第五代的祖先吗 我们有兴趣了解他们吗 哀哉 无论是对至亲的先祖 是对建国的父老 后人只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 却没有想念或纪念 他们的付出与百上 这就是世人的观景 为大卫所叹息 是在真实不过的 是不能挽救或扭转的潮流和现实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 大卫说 但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耿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 大卫讲述了世人的观景 就讲论敬畏耶和华的人 第一 大卫使用连接词 但特要强调他以下说的 与前面说的完全不同 你问敬畏耶和华的人 如何回答 他们承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他们与耶和华建立盟约的关系 他们终身跟从耶和华 无论在任何环境中 他们都爱耶和华 都与耶和华紧密的连接 都遵守他的诫命 都荣耀他的圣明 第二 耶和华珍惜敬畏他的人 接纳他们为子民 以慈爱诚实对待他们 使他们得怜悯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并且耶和华向他们所施的厚恩 不是在世上飞逝的瞬间 乃是从梗谷到永远 没有限量 没有限制 没有更改 是永久有功效 永远有安全与保障的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第三 耶和华的公义 也归于子子孙孙 你问我当主 和理解耶和华的公义呢 回答 这是法律术语 在上帝的法庭上 当一个人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 神就给他合法的身份 地位和权利 使他在神的国度里 有新的开始 过新的生活 走新的道路 所以耶和华将他的义给人 或称人为义 是在律法上一个极大的恩典 就像法官判一个人为无罪 或法官给一个非法入境子 合法的身份 那是叫人快乐无比的 所以耶和华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 是神给以后世代的人 在他的国里一个合法的身份 地位和权利 第四 大卫成亲 这些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 显然 这些子子孙孙有三个特征 第一 他们遵守耶和华的约 约使双方进入一个特殊的关系 约使人受法律的保护 遵守他的约 是有信用 守承诺负责任 并且这约不是人与人利的 乃是永生的神与人利的 所以是永久有功效的 第二 他们牢记耶和华的训辞 就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牢记在心中 刻在心板上 永不忘记 第三 他们真行耶和华的训辞 就是把神的教诲 应用在生活上行出来 做到言行一致 里外和谐 名符其实 现在我们看经文十九节 圣经说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广万有 弟兄姐妹 在以上的经文 那位履行传道人的直辞 他宣告耶和华的身份 确定耶和华的地位 明确耶和华的作为 第一 耶和华立定他的宝座 立定说明耶和华的宝座 是稳固的 坚实的 是不能震动的 是永不动摇的 是不会被挪移的 是不会被代替或更换的 第二 神的宝座远在诸天之上 这地位没有地上的屋长 腐烂和败坏 没有人间的政治 扰乱和纷争 第三 神立定宝座 也坐在宝座上 是的 除他以外 没有一个有资格 登上那尊贵 荣耀 威严的宝座 因为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灿害力 没有一个佩德 第四 耶和华拥有最高的权柄 因为他是宇宙的 创造者和拥有者 万有都属于他 归于他 第五 耶和华是统治者 一切都要听从他的命令 服从他的权柄 第六 耶和华在万有之上 万有都必降服他 弟兄姐妹 大卫以上的宣告极其重要 不可或缺 一方面 他教导百姓正确的信仰 另一方面 他驳斥一切歪风邪说 他为以后的传道者 立下好榜样 你看 今天的无神论子 尝试抹杀一切说 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坏的 错的 无能的 今天的宗教家尝试混淆是非说 世上的宗教都是一样 都是好的 他们提倡俗徒同归 意思是条条大道通常安 但我们要学习大卫说 造物主与被造子 坐在宝座上的与被统治的 天上的和地上的 有着天缘之别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现在我们看经文20到22节 圣经说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格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弟兄姐妹 在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 那位既知道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就向四个有生命的群体 发出邀请 请他们用各自的知识和特赐 各自的感受和经历 来尽情称颂耶和华 将神该得的荣耀归给他 大卫邀请的第一个团体 是天使 天使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天使成全耶和华的旨意 天使有大能力 非常威武 大卫对他们说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大卫邀请的第二个团体 是天君 天君是耶和华的仆役 天君照耶和华的旨意办事 天君所行的 为耶和华所喜悦 所以天君向忠心敬职的公务员 大卫对他们说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大卫邀请的第三个团体 是神所造的一切 和神所治理的格处 这个团体非常庞大 包括天地间的一切 他们都应该起来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名 最后 大卫唤醒自己的心 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弟兄姐妹 我们读诗篇103篇 越读越喜欢 越读越受激励 在这诗篇里 大卫数算神给自己的恩典 给国家的恩典 给敬畏耶和华知人的恩典 他论及耶和华的恩惠与慈爱 世面与医治 怜悯与救赎 忍耐与慈悲 公义与报应 统治与权柄 能力与创造 他论及天与地 东与西 花草与风 父亲与连续 世人与成土 他集合一切被造地 组成一个大合唱团 自己做总指挥 照各自所能地 将赞美和称颂 归给尊贵的耶和华 最后我必须说 大卫的个子虽小 心智却很大 今天的信息 就分享到这里 好 如何处说 你为我成就的大事 我虽然不配 你却想我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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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